欢迎收听雪曼迷城作品《大将师,经门禁地》 无名书的真正作者 无名书是春秋战国时期出现的,前半部是人面麒麟图腾,后半部分是最强的机关设计。 写无名书的人一定既是木匠中的翘楚,也是机关暗器的大师。 庞辈的团队训练有素,并分三路,一路打前站,直接前往美人鱼所在的位置。 第二路,到达适合狙击美人鱼所在的位置的隐蔽地点。 第三路,拥着西雪他们跟随杨子怡走在最后。 美人鱼所在的位置也不在铜雀台的景区里,不过距离也不远,地处荒僻,庞辈的第一路很快开火了,全部都是消音武器。 黑暗中只能听到门声枪响,第二路也很快到达了狙击地点。 第三路,由杨子怡大摇大摆地带着走进那里。 西雪看到几个头戴黑口罩的黑衣人躺在地上,身中竖枪。 他们的身边是一个身不见底的,一人宽的坑。 看来美人鱼到这里的时间,比庞辈还要早很多。 杨子怡踢了死人几脚,又蹲下来看那深坑。 阿四也俯身蹲在了他身旁。 这坑像道洞啊。 阿四将狼眼手电筒照向坑内,里面还有一些浮沉飘动。 阿四在坑中更深的地方看到了一些石砖的痕迹。 他用意大利语对身边的欧洲人喊了一句话。 两个欧洲人跑了过来,系上绳索,进入深坑内。 过了几分钟,下面传来了几句意大利语。 杨子怡吃惊地问韩振礼。 这下面的石砖,砖铃是两千多年前的。 这句话听得西雪他们都目瞪口呆。 韩振礼却摆出了一副意料之中的神情。 有什么大惊小怪的,你们一直想的是铜雀台三国曹操, 却忘了以前最重要的事情。 这里是古叶城。 我们脚下的土地上曾经的城池是始建于春秋的齐桓宫时期。 叶城前陵河落,背意张水,虎视中原, 是真正能做到隐气聚精的地方。 春秋之后,这里先后成了曹魏、后赵、染魏、 前淹、东魏、北齐的六朝都城。 叶城作为黄河流域政治经济军事, 文化中心长达四个世纪之久。 这里可不是什么普通的地方。 春秋时期,那不正是吴明书出现的时间吗? 一直沉默的李文轩突然问了句。 与此同时,那两个查看生动的欧洲人爬了出来, 刚露出头就闷声倒地。 阿斯芒上前查看,发现两人已然毙命, 身上有两根铜质暗弩, 从后胸穿透心脏。 还有人在? 阿斯惊讶地喊了一声。 现场的几个欧洲人立刻围成一圈, 将杨紫义保护在圈内, 举起枪警惕地对着外面。 这时,杨紫义的电话又恐怖地响了起来, 还是那尖锐难听的电脑音。 杨紫义打开了扬声器。 丑鬼,我们中国有句古话, 螳螂捕蝉,黄雀在后你懂不懂? 杨紫义脸上发狠, 一挥手刚要发出对外射击的命令, 身边又一个欧洲人被铜箭穿心倒地毙命。 我可以立刻射穿你们所有人的胸膛, 想杀死谁就杀死谁, 而你的狙击队根本找不到我。 你们一直以为我是一个人, 一个古老神秘的组织, 你们实在太小瞧我了。 电话中的电子音情不自禁地哈哈大笑, 杨紫义心痛地看着那倒下的欧洲人, 咬牙切齿地说, 你难道不想知道天机了? 电话里又是一阵怪笑, 你手里没有任何王牌跟我谈什么天机, 明天官方发现这里的命案, 还有这春秋时期的稻洞, 就会封锁这里, 这里将会挤满了考古人员, 还有警察, 你什么都得不到。 杨紫义抓狂地呱呱打叫, 暴跳如雷地给狙击队下达找出美人鱼的命令, 正在他无计可施的时候, 寒震里默默走过去, 抢过了电话。 美人鱼是吧? 傻鱼, 你的钥匙是假的? 电话那边安静了几秒钟后, 又喊了出来, 你个老色鬼你在骗我吗? 寒震里淡定地说, 我没骗你, 我早就从硬贤木塔三四夹层, 酸泥积阔对应的豆拱之中, 拿到了钥匙, 我换上去的假钥匙, 你不但不能用来开锁, 还可能与锁同归于尽, 你也知道, 镜牌秘转中的积阔都没有容错功能, 捡错一根红线就会死无葬身之地。 还有, 我再提醒你一句, 你身边已经布满了不怕死的镜牌匠人, 只为救出老歪龙, 我没什么好威胁你的, 你要是动那老歪龙一根手指头, 我就立刻毁了真的钥匙。 韩振礼的几句话, 不但震惊了美人鱼, 也震惊了吸血他们在场的所有人, 更彻底改变了此刻的局面。 电话中沉默了片刻, 传来几声干笑的电子音。 老色鬼就是老色鬼啊, 重阳没外, 不议计多端啊。 每当美人鱼说完, 韩振礼就毅然挂断了电话。 他现在不敢轻举妄动, 让你的人赶紧去找他。 杨紫怡一挥手, 身边又有几个人走了出去。 黑暗中一片寂静, 杨紫怡在焦急地等待他的队伍, 找到美人鱼。 这时候电话又来了。 那老色鬼爱玩花痒, 让他证明他有钥匙, 否则我先射穿了你的大肥胸。 杨紫怡扭头看向韩振礼, 韩振礼却慢慢悠悠地走到了西雪的身后, 用手指了指他的脑袋。 杨紫怡立刻用枪抵住了西雪的脑袋, 子弹上了膛。 一切都来得太快, 胖子和李文轩惊呼着就奔了过去。 韩振礼冷笑了一声。 你们外国人脑子真简单, 你杀了他, 我们就算有钥匙也没用了。 什么? 钥匙还跟他有关系吗? 杨紫怡错愕地看着韩振礼, 电话中又传来怪笑。 算,这老色鬼靠谱, 让那丫头赶紧拿着你们的真钥匙开锁。 告诉那丫头, 只要动作慢一点, 他爷爷和你们所有人都会一起死掉。 他什么都能看到。 他就在这附近, 你的人可真是饭桶啊。 韩振礼向四周望了望, 西雪声嘶力竭地大声喊。 你怎么知道我爷爷有没有事? 我爷爷在哪里呢? 这回电话里, 西雪爷爷的声音突然代替了那个电子音。 丫头啊, 一切都不是你想的。 爷爷的话还没说完, 就被一阵电子音的狂笑取代了。 丫头啊, 你爷爷, 你未婚夫女的朋友, 所有人的性命都在你手里了, 爽不爽啊? 电话又断了, 杨子怡走上去给了西雪一个嘴巴。 你这个骗子, 还说什么都不知道? 说吧, 他又对着李文轩的腿上来了一枪。 李文轩立刻痛苦地单膝跪地, 西雪尖叫一声, 怒目圆睁, 狠狠地看着韩振礼, 心想, 自己怎么知道锁在哪里? 钥匙是什么? 开什么锁? 韩振礼这个老混蛋, 既然已经在多年前从硬线木塔拿走了钥匙, 干嘛还把这责任推到自己身上? 开锁, 否则我先一枪崩了她的脑袋。 杨子怡走到跪着的李文轩跟前, 又狠狠地踢了她一脚。 看着李文轩痛苦的神情, 响着爷爷刚才焦虑的声音, 西雪闭上了眼睛, 所有的秘密, 信息都在她的脑袋里转动个不停, 她只能沉淀下来, 如果这个麒麟看向的地方, 最终是藏着天机的那把锁, 那么钥匙又是什么呢? 屋顶是连接天地的起伏的地方, 铜雀台中的二桥是通天的长虹, 二桥在人面麒麟脑子内部的激活开关, 能让麒麟的眼睛看向这里, 而这里是什么地方, 怎么会有个春秋时期的稻洞呢? 爷爷刚才是不是想说, 事情并不像他想的那样? 不, 重新返回再想一遍, 爷爷曾经拿出应线木塔的照片, 是想让自己看那豆沟, 而不是铜绿的痕迹, 爷爷的书房里, 有跟应线木塔一样的设计的豆沟, 自己就是在书房的豆沟和梁架之中找到了恩臣的日记, 恩臣把钥匙藏在了应线木塔之中, 而恩臣给李星宇的日记之中又藏着钥匙的位置。 想到这里, 西学脑子里灵光眨现, 韩镇里说, 钥匙就在自己的脑袋里, 原来是这个意思。 爷爷的书房中, 有跟应线木塔一样的豆沟设计, 书房的豆沟之中藏着恩臣的日记, 恩臣的日记里暗藏着钥匙的位置, 爷爷知道钥匙在哪里, 才会在自己的书房中修建一个暗藏钥匙的应线木塔结构的豆沟, 也许早先从应线木塔之中拿走钥匙的人, 根本就不是韩镇里, 而是爷爷。 爷爷拿走了钥匙, 在书房之中重建了应线木塔中的那段豆沟, 在豆沟之中藏起了恩臣的日记, 这一切都是硬设啊, 这才是爷爷要把书房的豆沟, 修建成应线木塔那样的真正原因吧。 我知道了。 西雪大吼一声, 所有人都看下了他。 把你刚才铜雀台模型的重建打开。 西雪也学着杨紫义的模样, 挥了一下手, 辉煌夺目的铜雀台和人面麒麟图腾又出现了, 西雪在那闪烁着金光的骨剑和人面麒麟图腾的模型之间, 微微转动着自己的身体。 人面麒麟图腾是复杂的机关图, 牵一发动全身, 有人面麒麟图腾痕迹的骨剑中, 很有可能都有对应的积阔连接着它。 如果恩臣真的在沙漠的骨剑之中, 发现了严厉得留下的马周的祖先马军, 那把打开铜雀台天机的钥匙, 他又会把这把钥匙藏在哪里? 所有人都惊恶地看着西雪, 西雪把后面这句话又咽回了肚子里, 钥匙就是恩臣的日记, 恩臣的日记就是钥匙, 钥匙就在恩臣一笔一画下来的 机关暗藏的人面麒麟图腾的结构里, 可是那么复杂的机关图, 那么多的机关结构, 究竟哪个机关才是钥匙呢? 西雪开始仔细回忆着恩臣的日记本, 那些建筑测绘图并不完整, 有些测绘图和假设的机关切面所在的位置已缺失, 西雪又想起了那张日记中夹着的空白的纸。 铜绿项目历经五年, 期间无数波折磨难, 时难细标, 史料未及, 营造学舍于1937年在沙漠中探索铜绿之事, 遭遇重大灾难, 曾并肩作战的舍友意外死亡, 其惨象于脑海挥之不去, 至今仍历历在目, 事已至此, 吴只望铜绿可永深埋地下, 天地相应, 铜绿之密, 笔, 笔, 与其, 与人, 怨密, 谨记, 一本保存完好的日记本, 为什么会有这样一页布满破洞的纸呢? 除非这是一页暗藏玄记的空白纸, 把我的手机给我, 西雪又吼了一声, 杨子怡乖乖地交出了她的手机, 西雪翻到了上次用手机拍下来的恩尘化的人面麒麟图腾激括的照片, 她把记忆之中那张有窟窿的纸覆盖在了手机上的这张机关图上, 那些窟窿完美地呈现出黄金浮宴机关中一连串可以启动人面麒麟图腾的机关, 西雪又想到整件事情开始的时候, 韩莫说过的那句, 我要会飞的黄金浮宴, 恍然大悟, 马军制作的黄金浮宴, 不只是将自己修建铜绝材的故事藏在了里面, 与眼里得的麒麟戏春图的作用一样, 这黄金浮宴就是三国时期的铜雀台和人面麒麟图腾之间的链接, 也就是打开第三个天际的那把钥匙, 所谓的钥匙只是启动黄金浮宴的一个信息, 一个密码, 她又仰头看着头顶那只虚拟的黄金浮宴, 大声喊道, 把马军做的那黄金浮宴给我, 阿斯立刻把那只黄金浮宴放到了她的手上, 西雪眯着眼睛, 根据恩尘日记中窟窿里暗示的那些机关, 按照先后顺序, 用手连续拨弄着黄金浮宴的身体, 那黄金浮宴突然再一次震指高飞起来, 她飞到空中的某个位置, 悠然地转了一个圆圆的圈, 停止了煽动翅膀, 直直地落了下来, 西雪连续尝试了两次, 它都是同样的高度, 同样的旋转, 阿斯接住掉下来的黄金浮宴, 莫名其妙地看着西雪, 不知道她在搞什么, 黄金浮宴每一次飞的高度虽然一样, 但是并没有对应到人面麒麟图腾中的某个位置里, 西雪没有找到对应的答案, 又陷入了沉思, 双桥启动了麒麟的眼睛, 麒麟看向了这里, 那把打开天机的锁就是这里, 位置没错, 可是怎么钥匙跟锁配不上呢? 西雪又看向重建的那个人面麒麟图腾, 眉头紧锁, 把你们那个同学台的重建, 从原址处平移到这个位置来, 乐正熙似乎明白了西雪的意思, 他指着脚下的那个春秋时期的稻洞, 喊了一句, 同学台里曾经有一口井, 叫命子哭, 就用这个道洞重合那口井, 做定位吧。 阿四忙亲自调整电脑, 重新定位重建的同学台模型, 这一下, 几人立刻置身于那无比雄伟壮口的同学台的建筑内部了, 而此刻, 他们那金光闪闪的头顶, 正是西雪根据马军留下的故事, 附建的同学台中那无比神奇的角楼。 西雪再次拨动了黄金浮宴, 这次他振志高飞到同学台角楼之上的一处斗拱的地方, 再次转了一圈, 又直直地落下。 西雪感觉自己仿佛穿越回千年前, 看着马军在建成的同学台的角楼之中, 捂弄着手里的黄金浮宴的模样。 我说丫头啊, 你是不是傻了? 爷爷有难, 你怎么能一个劲地在这玩鸟呢? 胖子急得不知道该说些什么好, 大汗淋漓地看着若有所思的西雪。 西雪没理他, 看着同学台重建的模型上那一圈斗拱, 好像找到了四合院超手游廊之中的那块青砖, 又好像在爷爷的书房里找到了恩尘日记一样。 他在脑子里慢慢地抽出了重建的影像中, 那根金色的, 看起来有些特别的, 本来不应该在这角楼的屋顶建筑力学结构里面出现的, 在乐正熙的讲述之中, 他就觉得疑点重重的豆拱上的木梁。 骨剑是用豆拱支撑起来的力学体。 西雪想着爷爷曾经利用一根豆拱, 倒拉了一整个骨剑的事。 他在脑子里迅速地模拟着, 整个重建的模型中, 抽出那根木梁之后, 进而会发生一系列的结构变化。 西雪最终在脑子中, 完整地完成了那一连串的。 同学台角楼豆拱中的力学模拟变化之后, 又看向了契合同学台建筑的人面麒麟图腾。 这一次, 他尝出了一口气, 然后是淡然一笑。 西雪慢慢搜到韩镇里的耳边, 指着自己的颧骨的地方轻轻吻。 老爷子, 人面麒麟的脑袋里, 右眼附近的下方有一个奇怪的扇形机关, 你可知道动了那个肌阔会引发他的什么动作吗? 韩镇里听了这句话大惊, 用苍老的手指指向了自己的颧骨, 看着乐正熙。 乐正熙对着韩镇里用力点了点头, 向着不远处的一个地方跑去。 韩镇里又对杨子义使了一个眼色, 杨子义立刻跟着乐正熙, 匆忙带上了整个队伍跟了过去。 韩镇里和西雪他们走得慢一些, 但也从后面远远地看到乐正熙镇定指挥的背影。 听到杨子义发狂地得意忘形地尖笑, 他们似乎已经在乐正熙的指挥下开始了挖掘。 西雪错愕而心痛地对韩镇里大喊, 你个老混蛋, 我还是看错了乐正熙, 看错了你, 你根本就不是什么麒麟之心, 你可耻。 与此同时, 韩镇里身边的一个旁贝成员的对讲机里 传来狙击队那边的通话, 说的是意大利语, 大概意思是, 狙击队已经找到了美人鱼在这附近的老巢, 杀了他们中的几个人, 但是没有看到被他们绑架的 Joyne和西雪的爷爷, 还有, 杀的几个人都是雇佣兵, 美人鱼跑了, 爷爷呢? 西雪的脑子正一片混乱, 突然听到背后一声闷响, 原来是杨军号打倒了在他们身边 看着他们唯一的一个旁贝成员, 杨军号捡起那旁贝成员的枪的同时, 韩镇里突然一把将西雪向后一扯, 西雪用力甩开他带着哭腔喊着, 你个老混蛋, 你还不如跑了的美人鱼, 咱们老祖宗的东西, 你怎么呢? 西雪话还没说完, 突然轰隆一声巨响, 杨紫义和几个欧洲人, 包括阿四, 一起沉入地下, 不见了踪影。 有机关! 胖子瞪大了眼睛, 走到他们消失的近前, 蹲下来小心翼翼地摸着脚下的土地, 惊叹的汗。 韩镇里也走上前来, 看了看, 轻哼了一声, 对几个人说, 明天他们都会被警方发现, 这才叫真正的瓮中捉鞭呢。 哎呀老爷子, 其实我早就知道你是来救我们的, 但是没想到你救的这么帅啊, 那我们的爷爷, 你快带我们去救他吧。 胖子说, 老歪龙氏金牌建筑的泰山北斗, 害怕没人管吗? 啊, 你还是担心一下我们吧, 那些狙击手还在外面, 很快就会赶过来, 现在还不到庆祝胜礼的时候啊。 韩镇里沉着脸说, 杨军浩黑黑一笑, 我一直以来的计划就是引出美人鱼, 你们不要小看了我背后的力量啊。 他的话音未落, 只听到远处又传了几声温鞋, 杨军浩搓着手又是哈哈一笑, 嘿嘿, 你们看, 我帅到没朋友的一声二鸟计划如何啊, 成功捕获庞辈组织, 还借助他们打得美人鱼元气大伤, 仓皇逃跑。 哎呀帅扎天, 这是你的计划吗? 我看你的计划实施的有些怪异啊。 胖子一看危险解决, 心情大好, 又开始跟杨军浩臭贫。 这时候, 乐正熙已经从远处跑了回来, 他看着韩振礼的目光, 只是点了点头, 又跑去了另一个地方, 蹲在那里, 鼓刀着什么。 看来乐正熙也早就知道韩振礼是来干嘛的, 他的演技真好, 没准他在四合院里什么都不知道的样子, 也是撞出来的。 西学有些愤愤地看着乐正熙的背影, 问韩振礼, 刚才我说的那个机关触发的位置, 是不是乐正熙现在所在的那个地方? 韩振礼不知可否地笑笑, 丫头啊, 你被胜利重昏了头脑吗? 你们的队伍中还有美人鱼的内线呢。 一句话, 说的几个人都是神情紧张地互相看着, 西学扶起了受伤的李文轩, 看着胖子和杨军浩说, 你们两个, 干嘛, 你不是想说我们是内线吧? 胖子举起了双手, 竟然做了个投降的似事。 帮我把他们绑起来吧。 西学咬牙说道, 李文轩大惊失色地看着西学, 杨军浩已然动作麻利地完成了捆绑。 西学, 你疯了吗? 李文轩看着西学满脸疑惑, 西学阴沉着脸, 忧伤地缓缓地说, 整件事情是很可怕, 我的最可怕的念头, 其实也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你们都不知道, 我为什么一直留着那破碎的手机, 因为那是你送给我的, 那手机里面究竟是跟踪装备还是窃听器, 只有你知道吧? 那手机是他送你的, 难怪你摔碎了还都宝贝成那样呢。 胖子摸了摸脑袋又说, 我说丫头啊, 你可真是被感情冲昏了头脑啊, 不过就凭手机你就认定他是内线了。 西学, 你这是下菜? 李文轩痛苦地捂着腿上的伤口说, 好吧, 那我们还可以再说一下无极小兽。 什么无极小兽? 李文轩的脸色突然变得有些难看, 目光闪烁不定地看着吸血。 文轩, 你别忘了, 你可以轻易拿到我的手机, 复制我的SM卡, 我也可以轻易拿到你的。 无极小兽是把我们引向韩莫斯和月儿的线索, 没有这个神秘的无极小兽, 一切都不会开始, 对不对? 你看到我关注无极小兽了, 那是因为他在说关于我的事情啊。 李文轩的声音越来越小, 底气也不足了。 是的, 你是可以关注他, 但是你不能用他的账号登陆吧。 他就是无极小兽啊, 那么在抄手游浪里引你进去的那双眼睛, 还真是他啊。 胖子又惊讶地捂上了嘴巴。 还有在地下室里, 给我们打开第一个铁门的人, 也是他吗? 吸血没有回答胖子, 继续冷冷地说。 乐正希是个有洁癖的人, 他是不会把粉末留在桌子上的, 录像中他也没拿羊皮。 还是你, 把我们的目光引向了桌子上的粉末。 从始至终, 你都是你的失踪案最完美的导演, 你把你失踪后发生的一切 都讲得无懈可击, 也许就是因为太完美了, 才会让人觉得有些不真实。 温轩,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是不是你比我们都更早知道 人面麒麟图腾的秘密? 是不是你在爷爷的书房看到黄金浮宴的时候, 就已经知道了, 这一切都是你的计划对不对? 你把黄金浮宴发到目光论坛上, 就是为了引寒墨出来。 可是, 为什么? 你本是我心目中最完美的匠人, 比那个天不管地不管的乐正熙, 比这个骄傲的杨君浩不知好了多少倍。 可是在关键时刻, 他们挺身而出, 不计较自己的得失和安全, 那么无私, 而你, 你…… 我是不如乐正熙和杨君浩。 李文轩的目光突然露出了一分决绝和凶狠, 嘴角微微抖动了一下。 你这种密罐子里长大的人, 永远不会懂什么叫没钱。 我爸爸的病, 放疗, 化疗, 用美国进口药, 至少需要一百万。 我花三年做了一个小东西, 又能赚多少? 三万五万? 有了五百万, 我能风风光光地娶你, 能让我爸去美国治疗? 我只需要…… 李文轩欲言又止, 我又没有跟庞贝同流合污, 我又没杀人, 我只是偷了张羊皮, 做了个陷阱。 陷阱? 杨君浩一步走上前去, 抓住了李文轩的脖领子。 你这个自私的陷阱, 害了多少无辜生命? 你这个陷阱啊, 害得我的…… 不是, 害得吸血的爷爷, 现在还在美人鱼的手里。 你一句简单的陷阱就完了? 文轩, 你还记得三年前, 一个浙江的土豪来跟你炫耀自己有多好的收藏的时候, 你说过的话吗? 你说看一件器件, 就好像在看一个人。 匠师是用人的品格来要求这个器件的。 古人讲究格物, 就是以自身来观物, 又以物来反观自己。 拥有一个古物, 不是用来炫耀的, 而是用来体会古人的品格和智慧的, 是用来深刻理解古人做这件事的时候所持有的心态的。 马军作为大将师, 可得到天下财富, 他却选择为了百姓, 为了别人, 牺牲了自己的性命。 你和他都是计划周密, 却有天壤之别。 你们够了。 李文轩暴躁地打断了唏嘱。 在这个真实的世界, 我高尚不起来。 如果我爸爸没病, 我也能跟你一样, 用心做一件事, 不计较回报和收益。 如果我有钱, 我也能像你一样, 专心讲那些大道理给别人听。 这世界上也不是人人都有钱啊, 我也穷, 可我没像你那么垃圾啊。 胖子愤愤地走了过来, 给了李文轩一个嘴巴。 这巴掌, 是替至今生死未卜的爷爷打的。 李文轩还没反应过来, 胖子的第二个嘴巴又扇了过去。 这个, 是替把整个心都交给了你, 为你哭了一个多月的丫头打的。 紧接着第三个又打了过去。 这个, 是替我和杨总, 这个老铁的超级组合打的。 胖子说到这里, 扭过头对表情错误的吸血眨了眨眼。 怎么, 没猜出来吧, 杨总之所以带我去九宗山, 是因为背负一个正直任务, 这个任务, 当然是你爷爷强行安排给他的呀。 他身后的神秘组织, 一方面是他老爸老妈的关系, 另一方面, 就是你们精派匠人集团本身啊。 什么? 他是精派? 他不是良重的徒弟吗? 在匠人组织里, 吸血还是第一次听说, 一个跟了灰派师傅的人, 还在精派匠人组织中有位置。 虽然这也不是说不可以, 可是爷爷能强迫杨君浩让他带上胖子, 难道杨君浩也认识爷爷? 难怪他总是对自己信任和照顾有加, 难怪他对自己从来没有任何暧昧, 难怪胖子总是十分坚定地跟他站在一起, 原来他们两个之间藏着的那个有微信的人物, 竟然是自己的爷爷。 几个人说话之间, 突然乐正熙所在的地方, 传来了咯噔一声巨响, 吸血大叫了一声不好, 跟韩振离等人向声音传来的方向跑去。 当他们赶到乐正熙刚才所在的地方, 却发现那地方已然了无痕迹, 就连乐正熙挖的那个坑也找不到了。 这里也有机会啊? 胖子捂着嘴巴瞪着眼睛, 看向韩振离。 韩振离蹲下摸了摸脚下松软的泥土, 突然流下一行泪来。 完了, 刚才听你们说话听得太专注, 而且我以为以小乐的本事已经可以应付了。 完了完了, 我看这孩子恐怕是凶多鸡少了。 那个扇性激阔的启动, 能引发麒麟的什么动作? 西雪紧张地在周围寻找着可以打开激阔的办法, 可什么都没找到。 是那人面麒麟的前爪拍向这里, 就是这个地方。 韩振离道, 那, 那还有什么办法? 金派密转中有吗? 西雪转动着身体, 脑子里搜寻着金派密转中的方法和理论, 心机如焚地推演着 人面麒麟图腾那巨大的脑袋里复杂的机构。 韩振离带着哭腔, 摇着脑袋说, 这里比金派密转要早太多了。 什么? 什么? 几人异口同声, 西雪想起刚才那个春秋时期的深坑, 又想起这里曾是春秋时期古叶城的遗迹, 倒吸了一口凉气。 韩, 韩老, 您知道无名书是春秋时期的谁写的吗? 废话, 用脚想想都知道, 无名书是春秋战国时期出现的, 前半部分是人面麒麟图腾, 后半部分是最强的机关设计, 写无名书的人, 一定既是木匠中的翘楚, 也是机关暗器的大师。 这本无名书在皇族之中十分避讳, 却让古往今来的无数匠人, 默信到骨子里, 最终成为一种信仰。 一个既懂建筑又懂机关的人, 一个在春秋时期就成了神的人, 一个让后世所有匠人的信仰都牢不可破的人, 春秋时期你还能找出第二个这样的人来吗? 是, 是木匠的祖师爷, 机关暗器的老祖宗, 是那个会各种秘书, 甚至是可以窥破天机, 至今仍存留很多谜团的大将是鲁班? 原来这是鲁班的设计啊, 难怪马军是在鲁班设计的基础上, 叠加了自己的设计吗? 胖子也惊讶地问道, 也就是说, 在鲁班所处的春秋时期, 就已经修建了那巨大的人面麒麟图腾了, 那是个什么建筑? 在哪里? 那后世的马军严厉德等人, 只是用图腾上的五脊六兽的痕迹, 去偶合鲁班建立的那个人面麒麟图腾? 那第二个天机之中的故事, 说的是在中国的江山之中, 有这样一个暗藏着的, 以江山为图的巨大的联动机关吗? 这才是严厉德把麒麟系春图, 那画着万里江山的画作成为机关图的原因吗? 那马军在铜雀台藏下的天机, 应该就在鲁班设计的这个地方吧? 那天机究竟是什么呢? 面对着吸血一连串的迫切的问题, 韩振理刚要说话, 几个人脚下就开始晃动起来, 晃动越来越大, 最后大道犹如小地震一般。 韩振理抹了一把眼泪, 干脆地说, 留得青山在, 不怕没柴少, 我们是绝对斗不过鲁班他老人家的, 赶紧离开这里, 再从长计一把, 那老歪龙还没救出来, 我们不能现在就全军覆没了呀。 吸血韩振理看了看乐正熙失踪的地方, 扭头又去寻找被他们留在原地, 绑复着的李文轩, 却发现他已不见了踪影。 最后一个天机, 女人挥了挥手, 踩着高跟鞋, 咔哒咔哒地离开了。 每一声咔哒, 都好似那小四盒院中的机关被启动的时候, 发出的声音。 一般清澈响亮, 吸血和胖子听着, 感慨万千, 恍如隔世。 吸血小心翼翼地收起了那个宝贵的木班纸, 对胖子打了一个响指, 走, 去挥州。 一个月后, 北京老舍茶馆, 吸血和胖子已经在这里喝了一下午的茶, 胖子一直在吸血旁边, 喋喋不休地给他讲着四九城那些关于茶文化的故事。 丫头, 这个茶道啊, 其实也需要降心, 跟你们匠人的心态又相通的地方。 你还记得在乐正西那小四盒院看到的茶杯吗? 那时候就能看出, 他是个懂得牺牲, 懂得大义的好同志, 没想到他…… 胖子正滔滔不绝, 看到吸血开始发红的眼睛, 干咳了一声。 丫头啊, 他能死在中国木匠的祖师爷鲁班设计的机关之下, 也算是生得伟大, 死得光荣啊, 你也不用太难过了。 你想想, 爷爷被京派匠人组织救出来了, 这也算是大好的消息啊, 对不对? 不过那可恶的美人鱼竟然没找到, 你说他究竟会是谁呢? 吸血拿起茶杯, 轻轻勉了一口, 美人鱼在电话里叫韩振李老色鬼, 他认得自己应该是韩振李熟悉的人, 可究竟是谁呢? 李文轩从童阙台再次失踪了, 他又跑到哪儿去了? 童阙台到底藏着什么天机呢? 一切都无从知晓了, 因为那里跟韩墨的小四合院一样, 已经被封锁了。 至于庞辈, 前段日子又传出了他们从警察手里逃走的新闻。 这一个月发生了太多事, 可是吸血无论如何, 也忘不了那个坚强执着, 曾经一次次被自己误会, 又一次次宽容了自己, 一次次无私地救了自己和胖子的乐正希。 吸血满腹心事地拿起茶杯, 突然看到一个非常漂亮的中年女人, 踩着高跟鞋, 脸上浓装淹没, 慢慢向他们走来。 走到吸血和胖子身边的时候, 他炎然一笑, 拉开吸血身边的椅子, 不客气地坐了下来。 你谁啊? 胖子警觉地瞪圆了眼, 那中年女人又是咯咯一笑, 脸上的小酒窝渐渐显出, 天眉可人。 吸血感觉这女人似曾相识, 却又意识在记忆之中, 找不到她的影子, 有些错愕地看向她, 似乎过于白皙无瑕的脸。 女人也在偷偷地打量着她。 你长得很漂亮, 青春不腰, 又如出水芙蓉, 从长相说满分。 女人看着吸血, 竟然露出了一种欢喜的深情。 吸血看得一正, 胖子不满地在一旁问。 你也太自来熟了吧, 你究竟要说什么呀? 女人哈哈一笑。 我是来给你们讲故事的。 讲故事? 吸血景觉地扬起眉毛, 与女人四目相对, 女人目光如水, 点了点头。 嗯, 讲故事。 在贵西一带曾经流传着一首民谣, 你们有没有听说过? 那民谣是这样唱的, 盘古开天辟地, 造山泼河流, 画周来驻人, 造海来蓄水。 盘古开天地, 分山底平原, 开辟三叉路, 四处有路通。 盘古开天地, 造日月星辰, 因为有盘古, 人才得光明。 女人还真唱了起来, 虽然她的底气不足, 却曲调悠扬迷人, 自证腔圆。 唱者有意, 听者更有心。 这一首悠扬的曲调, 吸血却听得心惊肉跳。 您唱的这个, 是盘古开天辟地的神话吧? 对, 造海来蓄水, 海中才有了龙, 盘古顶住了天, 天上才有了凤, 有了海中之王龙, 百鸟之神凤, 上古的三个神兽, 怎么能缺了百兽之王麒麟呢? 女人意味深长地看了吸血一眼。 造日月星辰, 人才得光明。 心血心里一惊, 咬着下嘴唇, 情不自禁地重复着刚才的民谣。 开辟三叉路, 四处有路通, 哎呀, 你们又来了, 别看诗词我不懂啊, 民谣可言。 你这故事里也没有麒麟呢。 胖子坐直了身体, 阴切地看向女人, 吸血却喃喃地代替女人回答了胖子。 不, 有麒麟, 盘古就是麒麟, 麒麟就是盘古。 盘古开天辟地, 这是最初的上古神话, 而之后正是盘古变成了上古的三个神兽, 守护天、地和水域的凤, 麒麟和龙。 你的确很聪明。 女人又露出了迷人的小酒窝, 继续说。 天日高一丈, 地日厚一丈, 盘古日涨一丈, 如此万八千岁, 天树极高, 海树极深, 盘古极长。 盘古就是沟通天与地的桥梁, 可是什么又是真正的天呢? 天是一种什么样的神秘力量呢? 福西通过硅甲, 推演出先天八卦, 硅甲上有上古时期最神秘的星图, 正是这个星图, 让福西成了上古时期最厉害的人, 让我们的老祖宗最终开辟了一个日新月异的崭新的世界, 直到演变成我们不可思议的今天。 也许当初福西也想象不到, 他开创的新纪元会变成现在的世界这样美好吧。 何图洛书? 胖子又跟着惊叫了一声, 女人表面上波澜不惊, 西雪却一眼看出了他内心深处的风气云涌。 叫什么都好吧, 他的名字并不重要, 也许这一切都是来自遥远的宇宙星河的一丝顿舞, 也许这一切现在科学还没有办法解释, 但是是真是存在于我们身边的能量源泉。 也许这一切就是盘古开天匹地的力量, 也许在那个遥远的上古时代, 咱们中国人的老祖先偶然得到了某个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天机。 天机两个字, 把胖子和西雪都说得坐不住了。 你是说五千多年前, 福西从龟甲上和图洛书的宇宙星图中, 发现了某个可以开天匹地的神秘力量, 然后两千多年前春秋时期的鲁班, 又通过自己的设想, 明白了如何连通到这种神秘的力量, 之后得知了这个神秘的京派大将师们, 分别在中国的宏伟建筑之中, 去连通鲁班的人面麒麟图腾, 以获取到那种神秘力量。 这才是人面麒麟图腾上有何图洛书星图的真正原因。 那这些大将师为什么看起来是在冒险的秘密地做着这些事啊? 马军还被刺死了? 胖子似乎听懂了西雪刚才的分析, 奇怪地问。 因为他们的目标? 女人看向了远方。 你们想过没有? 天子穿的是龙袍, 坐的是龙椅, 建筑之中也雕龙可奉, 为何麒麟一直都站在门外守护? 为何同为上古三神兽之一? 麒麟却这么亲民, 是寻找百姓家里才有的摆设和设计呢? 龙在海中深渊, 奉在九天之上, 只有百兽之王麒麟, 踏踏实实地生活在陆地上。 因为麒麟就是百姓, 就是现在在这个世界上生活得普普通通的你我。 西雪倒吸了一口凉气说。 没想到, 鲁班的人面麒麟图腾并不是祈求天神赐福, 图腾就是真真实实的万千普通人, 所以那人面麒麟才雕刻成女人的脸。 鲁班追求的, 后代的大将师们追求的, 是立足于百姓的力量, 是以人为本的力量。 他的立足点, 是踏踏实实生活在这片土地之上的人, 不是皇权, 不是少数人, 不是财富, 不是战争, 不是一个时代的长久, 而是这片土地上长久居住的居民们的幸福。 他们祈求的是能够造福于人的力量。 鲁班想要通过木匠的秘法, 通过他暗中参透福西河图星象中奇鬼的力量, 通过大型的宫殿或者皇陵的建筑, 制造出这种开天辟地, 天人合一的力量。 公子悲伤麒麟不再出现之后, 鲁班重新在这世界上, 拟定了一个永远不会被伤害, 永远不会消失, 永远都孕育着, 立足于百姓幸福的, 美好愿望的麒麟。 吸血不由地连连惊叹, 胖子也嘖嘖地说, 马军改变了都城与宫殿的布局, 严厉德创造阴山为灵的仙河, 应嫌木塔成为世界上最长久存在的木塔, 这些大将尸用自己精湛的将义, 我心尝胆, 建筑着造福天下百姓的通天的力量啊。 女人不再微笑了, 表情严肃了起来。 是的, 这些将尸忍辱负重, 从表面上看, 其立足点是一个皇权朝代的长久, 而其真正的用意却是现实安稳。 这也正是为什么历代将尸, 既能够骗得过当权者, 制造祈求朝代长久的假象, 又能暗度陈仓, 为百姓谋斧, 他们勇敢坚韧, 佛心慧智, 胸怀天下苍生, 真正的把仁爱放到了建筑之中。 可是如果这样, 韩默, 李星宇和恩臣他们上一代人, 为什么要隐藏同律呢? 他们把我们中国的房子统一的都建成连接人面麒麟图腾的神秘力量的建筑, 我们的生活不就可以更好了吗? 胖子又发出了疑问, 也许是有些事情他们还没想明白吧? 胖子提到韩默, 女人突然有点动容, 叹了一口气。 你们知道, 韩家曾经得罪了大军阀而败落, 但你们又知道是为什么败落的吗? 韩默曾经日进斗金, 家财万贯, 但是他为了中国匠人手艺的传承, 游走于徽派, 苏派, 京派和敏派之间, 为他们提供发展匠人, 学习匠级的大量钱财, 正是因为有韩默这样的人的执着, 才有了今天四大匠人门派的繁荣, 老祖宗传承下来的东西, 才得以保留下来并发扬光大, 韩默也因此得罪了大军阀, 韩家才败落了。 韩老先生无比钟爱中国的古剑, 你们知道梁思成先生在保护北京城古剑的时候, 曾经韩磊写下的联名请愿书吗? 韩老先生的名字也在那封书信之上。 可是, 那小四盒院地下室里的古地王图壁画, 那韩默亲笔的藏头诗, 说明老爷子也没有放弃啊。 胖子表情错误地说。 泽一世, 钟一生, 除了保护匠人和古剑, 韩默把这一辈子都交给了同律, 在那小四盒院里, 他用了大半辈子的时间, 根据中国营造学舍田野调查时偶然得到的严厉德留下的古书, 重新设计了一个完整的带有机关的人面麒麟图腾。 你们知道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吗? 因为他想要明白图腾究竟是如何获取能量的, 古代大将士又是如何建立链接的。 他们知道, 这是可以获得来自宇宙中的某个神秘能量的秘密, 却不知道怎么去获取它。 你们知道, 这个秘密会造福天下, 却不知道怎么去造福。 很多中国营造学舍的成员, 到死都没有放弃思考这件事情。 他们为了理想, 历尽了艰苦, 共同度过了多少个不眠之夜。 他们相濡以沫, 肝胆相照, 那是属于他们那一代人最光辉又最黑暗的岁月。 一个图腾怎么去变成一个科学公式? 这到底是科学, 还是只是出自古人的美好的愿望? 如果只是愿望, 为什么各个时代的大将士都要前颇后继地去暗自偶合? 他们的建筑又是怎样配合着人面麒麟图腾去运作的? 这力量到底是什么? 有多大? 怎样才能实现它? 这也许是他们毕生都想要去弄明白的真相吧。 西雪响人的地下室中的藏头石流言, 向着韩伯警告自己的黄金浮宴出现, 将带来天下大难, 也跟着唏嘘感叹。 是不是因为他们发现了不了解铜绿而运作铜绿的话将会带来无比大的风险, 甚至灾难? 女人对西雪点了点头。 是的, 灾难, 铜绿可以创造的能量, 与其可以带来的灾难是正比的, 那是他们绝对不愿意看到的结果, 也违背他们的初心。 他们本是为造福天下, 造福普通人而努力, 所以肯定不愿意看到他们的愿望向违背的结果发生啊。 说真的, 我很佩服这样一群不忘初心, 不被神秘的力量诱惑, 被添泯人的将士。 庞辈那群疯狂的亡命徒, 还有美人鱼那可怖的神秘组织, 他们在这些将士面前简直渺小地看不见。 拿得起放得下, 真乃大丈夫爷啊。 胖子也跟着西雪感叹道, 这时候西雪又想起了韩墨的小四合院里看到的属于韩墨的那首舱头诗, 寒藏风雨木成粥, 墨起花开, 影成仇, 亲其善恶乾坤道, 笔林诗语, 树难修。 在这首诗中, 第二个字的藏头竟还组成了一句话, 藏起麒麟。 从李文轩永黄金福宴骗韩墨出山, 到韩镇里出面帮助他们斗败旁贝。 韩墨一直在做的都是保护人面麒麟图腾的秘密, 都是要藏起麒麟。 想到这里, 西雪忽然站了起来。 你怎么知道这么多韩墨的事, 你脸色苍白, 说话底气不足, 身体不好, 现在又来给我们讲最后一个天机的故事, 你是不是乐正希的姐姐? 女人也站了起来, 看来她的任务已经完成了。 西雪继续说, 最后一个天机的故事, 是不是乐正希在童雀台的那个地方发现的? 她是不是没有死, 让她遁形消失的骗局, 是不是也来自韩镇里的整个计划, 这才符合韩墨藏起麒麟的最终目的? 女人又是不知可否的一笑。 工农商学兵, 匠人自古以来并不是非常受尊重, 但是匠人的很多品质是我们这些平常人无法比拟的。 你们坚强, 执着, 认真, 细致, 隐忍, 仁慈, 而且还很聪明睿智。 啊, 小乐同志没死啊, 他为什么要顿性啊? 你为什么要千里迢迢从苏州过来, 把最后的天机告诉我们? 不是韩墨要藏起麒麟吗? 胖子看到女人已经转身要离开了, 也忙站起来追问。 因为美人鱼不会放弃, 庞辈还在中国, 那么韩墨也不会放弃, 赵老爷子, 韩镇里也不会放弃啊。 放弃什么呀? 胖子拉住女人, 女人淡然一笑, 从包里拿出一个古旧经纸, 雕刻着栩栩如生的黄金浮宴图案的木班纸递给西雪。 差点忘了, 这个送还给你, 这是民国时期京派传承的木班纸, 里面藏着你爷爷和韩镇里的很多恩怨情仇。 女人对西雪眨了下眼睛, 在小四合院里, 你和乐正熙也算是代表你爷爷和韩镇里, 京派与苏派两个学术派别斗了一次, 不过, 你可没赢啊, 期待你们下一次在苏派地盘上争风。 西雪错愕地接过木班纸, 看到内部竟然雕刻着一个已然模糊不清的名字, 恩臣。 你怎么会有这个呢? 韩镇里给你的? 为什么要把他给我? 为什么韩镇里管我爷爷叫赵歪龙呢? 西雪一着急, 脖子上的小歪龙纹身又变了颜色。 若有缘, 再续前缘。 女人对西雪和胖子微微一笑, 重复了恩臣交给李星宇自己宝贵的古建日记的时候说的那句话。 正熙现在在灰州, 出发前他对我说了一句话, 让我转告你们。 他说你和胖子还有那个杨军浩, 将来一定能成为莫逆之交。 女人挥了挥手, 踩着高跟鞋, 咔哒咔哒地离开了。 每一声咔哒都好似那小四合院中的机关 被启动的时候发出的声音一般清澈响亮。 西雪和胖子听着, 感慨万千, 恍如隔世。 西雪小心翼地收起了那宝贵的木班纸, 对胖子打了一个响指。 走, 去回州。 大讲师, 京门禁地, 作者, 雪曼迷城, 感谢您的收听。